一般來說如果我們到外面的餐廳用餐的時候 其實有些餐廳會有所謂的寵物貓或是寵物犬 來作為他們的鎮店之寶 但是如果你今天到一家餐廳 它的鎮店之寶是這種兩棲爬蟲類松石溪 不知道你跟它一起吃飯起來是什麼感覺呢 爬蟲餐廳當中有一隻在老闆手上的南美蟲 好像現在還蠻多人飼養的對不對 對 這種蟲因為他們其實體型可以到中等 對於想要養大型的蟲當然就不想要太大的這個寵物的話 南美蟲算是蠻好入手的一個寵物 我去國外發現有很多的業者他們開了這種兩棲爬蟲的餐廳 那其實對於有興趣的人來說他們會很想去裡面用餐 那原本可能很害怕 但是他們進去餐廳用餐之後他們會有另外一種認識 對於他們這個減少他們對於兩棲爬蟲的害怕程度 我覺得以推廣的角度來說的話 這種餐廳其實蠻適合 它會先存在下巴附 然後存到一個量之後他們再一次 有些自己不敢養的 對 就來這邊看 來玩玩其他女化養的食物 在國內其實飼養爬蟲類的民眾越來越多 當然養它就不要棄養它 如果呢你只是想要來體驗一下 市面上其實有越來越多這種複合式的餐廳等著你 記者麥玉潔成真帽我們在台北的採訪報導